大家好 我是喜欢鲁代码的鲁老师 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聊聊科技人文 作为一个开心的互联网人 我们今天要聊一聊 比特大陆这家公司 那么比特大陆顾名思义 比特意味着这家公司 它肯定是跟比特币有关的 没错 比特大陆它就是全球最大的 比特币矿机制造商 那么比特大陆成立于2013年 比特大陆它主要是专注于 挖矿的新音频和挖矿机的设计 开发并销售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来聊一聊 比特大陆创始人不合的内斗的狗血事件 而我们知道在商场上 创始人不合导致企业最终分崩离析的事件不带手术 比如说去年最热门的事情 今年去年创始人不合最出名的世界末国语 就是丹丹王的创始人李国倩 跟他的妻子访目成仇 后续发生了一系列李国倩抢公章等一系列狗血的事件 那么无独有偶 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比特大陆也发生了创始人吴季寒 张克团争夺营业执照的内斗事件 从2018年开始 比特大陆就开始的内斗 在进一步了解内斗之前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 吴季寒 张克团 他们分别在比特大陆当中 比特大陆的公司的发展进程当中 承担着怎么样的角色 我们先来聊一聊吴季寒 吴季寒 他本身是一个学霸 09年毕业于北大 在创建比特大陆之前 他是在一家分投公司担任分机师和投资经理 那么到了2011年的时候 他偶然接触到了比特币 他首个将中文从比特币白皮书 翻译成中文的人 张克团 他毕业于 张克团毕业于中国科学院 他研究生毕业之后 一直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的工作 对芯片这个行业 是芯片设计这个行业的专家 那么吴季寒跟张克团 这两个人怎么认识呢 就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中文从研究出了比特币 在2011年的时候 吴季寒接触比特币之后 他就非常看好比特币 然后他发光了 然后他花光了他的所有的积蓄 购买比特币 比特币升职之后 那么吴季寒 他也完成了 并且资本的一个积累 毕竟吴季寒 他毕竟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质量非常高 他发生了一个商 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所以说可以产生 可以去挖掘比特币的一个矿机 但是他本人又不是技术出生的 后来他通过朋友 在130的时候 认识了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张克团 两个人一拍一合 从此就开始了 比特大陆创业的这个传奇的故事 那么吴季寒毕业于北大经济学院 所以他很擅长这个市场营销 张克团呢 他是比特大陆的技术指导 两个人一个分广市场财务 和上市另外一个负责技术研发生产 其实两个人是非常的互补的 而我们可以从天眼查数据来看 就是说在2017年8月份的时候 比特币大陆完成了A轮5000万美元的融资 在2018年7月份的时候 完成了B轮 接近3个亿美元的B轮融资 在18年8月份的时候 又完成了B加阿伦4.4亿美元的融资 比特大陆在比特大陆 已经说利润都不错 所以在18年9月份的时候 比特大陆开始向赶交所提交 招股书准备上市 但是仅仅在过了两个月之后 吴季寒跟张克团两个人的矛盾 就逐渐升级了 并引并成了一场非常狗血 甚至是说是扑朔谜底的一个权力之争 那么吴章这两个人的主要的分歧主要在于 对于比特大陆未来的战略方向 以及布局方向上 因为吴季寒的话 他本身是非常钟情于看好区块链 他希望能够带领比特大陆 比特大陆往区块链行业发展 但是张克团他不太愿意去做VCH或者说是区块链 他更希望比特大陆能够做 形成一家AI人工智能的一个巨头 然后在巨大的分解之下 两个人分别投入巨资到各自靠的领域 但这些投入的话 其实在短期之内并没有给比特大陆带来很好的回报 那么在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加密的数据货币直径的下降 比特大陆整个业绩也是相当不好的 我们看招股数 我们可以看从招股数里面可以看到 在2018年第三季度 比特大陆大约是亏损5亿美元 从2018年11月开始 比特大陆开展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 同年12月17号 比特大陆爆发了121期通播 在这一天 比特大陆召集了所有的高管 宣布张克团将当任公司的董事长 王海超当任公司的CEO 吴继航泄任一届的职务 吴继航推出的原因 外部猜测是因为比特大陆主导的BCH 那么什么是BCH呢 BCH它是从比特币中分拆出来的新币种 而且比特大陆拥有大量的BCH的资产 这直接导致比特大陆上市受阻 但也有认识吴继航的人士表明 其实吴继航他对比特大陆其实很有感情 离开是因为张克团将吴继航从核心业务当中架空了 那么吴继航离开比特大陆之后 他带领一些核心里面成立了一个新的创业公司 叫Matrixport 他主要聚焦区块链区块链相关的业务 包括数字货币交易所矿池等等 那么2019年的时候 美大陆现金流支柱矿机开始出现腿势 因为他们公司主打蚂蚁矿机 价格本来就比竞争对手高是不少 再加上当时是数字货币币圈的一个行动 其实整个很多机器 矿机都是卖不出去的 在巅峰时期的时候 蚂蚁矿机他上整个市场的份额大概可以达到70% 但现在可能已经不足50% 他的竞争对手 神马矿机市场的份额又非常快速 已经进行到40% 然后竞争对手不断地在尝试比特大陆在矿机这一块的市场份额 在2019年10月28号的时候 北京比特唯一股东香港比特做出了一个决定 免去 将张克桐这个执行董事职务以及法人代表的职务给免掉了 随后北京比特与张克桐解除了劳务合同 随后吴季航就重了 吴季航又重新杀回比特大陆 赛赢了绝地翻盘 吴季航向员工发布内部信 称解除张克桐在比特大陆的一切职务 立即生效 吴季航对于比特大陆大刀阔斧之际 张克桐他本身也没有闲着 在今年5月8号的时候 他因为在工厂所抢营业执照这个事情 大家可能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比特大陆内斗的话 我们都知道它的原因是因为两个创始人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的方向决策有不同的分析 那么根据此前比特大陆招股数我们可以知道 张克桐其实是第一股东 他持有大约百分 大约是40亿股的命股 这36%远远超过吴季航的20%的股份不全 那为什么张克桐会占有这么高的股份的比例呢 是因为当时他分给他的团队和下属的股份数量不多 在去年10月份下半选的时候 有相关媒体报道 比特大陆曾经在这项美国证交所递交了招股书 计划于2020年初完成上市募集5亿左右资金 但是目前为止这个消息就没有得到 到目前为止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消息 我想影响比特币大陆上市的原因可能有多个方面 比如区块链行业陷入行东 整个数字货币行业陷入行东 整个数字货币行业不佳影响了矿机的一个销量场 同时比特大陆自称内斗财源 也影响了外界对比特大陆的一个信心 对比特大陆想要完成IPO 目前来看其实是比较困难的